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一场振奋人心的27分超级大逆转 胡人在客场战胜独行侠之后 他们迎来了三连胜 尽管拉塞尔因为脚踝扭伤没能出战 但这只胡人展现出了绝对的韧性 从这场可以看出 胡人和赛季前半段绝对是完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毫无疑问 让胡人有如此大变化的 正是有关于微少的那笔交易 送走了和胡人格格不入的微少 换回拉塞尔 范德比尔特以及比斯利 这三名完美适配胡人 同时也是胡人这个阶段最需要的三种类型的球员 这笔交易佩林卡可以封上了 胡人能够完成对独行侠的超级大逆转 毫无疑问 最关键的词就是韧性 在全队三分三十四中六 三分命中率仅有17.6%的情况下 胡人可以说是完全统治了内线 农眉个人轰下了三十分 树篮板四助攻一抢断三盖帽 不少球迷调侃鲍鲍威尔和伍德 两人加起来二十分成了农眉的玩具 不过在我看来 胡人能够完成大逆转 除了农眉之外 最关键的点是范德比尔特 他是胡人展现韧性的代表 同时也是限制卢卡东气棋的关键 如果没有范德比尔特 胡人这场说实话基本不可能翻盘 投篮八中六 三分一中一 罚球二中二 这是范德比尔特在进攻端打出的效率 在27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范德比尔特砍下了15分17篮板四抢断的夸张数据 他的篮板甚至比农眉还多 比起农眉保护了大量的后场篮板 范德比尔特对前场篮板的冲击 让独行侠感到绝望 17个篮板当中 他有8个前场篮板几乎占了总篮板的一半 换句话说 当胡人糟糕的三分出手之后 有一部分的回合被范德比尔特生生抢回来 然后篮下打进 进攻端的拼抢是范德比尔特的标签 防守端的天赋以及头脑 更是范德比尔特的价值所在 要知道 胡人开场落后27分的阶段 哈姆的防守策略是包夹东气棋 独行侠的转移球非常到位 东气棋首截就砍下了14分六篮板三助攻 然而当胡人吹响反击号角的时候 正是他们放弃包夹 用范德比尔特单防东气棋的时候 整个下半场 东气棋效率大降 他十一中五 三分线外三中一 个人只拿到了12分 关键助攻只有可怜的一次 与此同时 东气棋个人出现了六次失误 面对范德比尔特侵略性十足 同时非常聪明且干净的防守 东气棋打得异常郁闷 显然范德比尔特成了胡人的关键先生 他不需要球权 不需要有人给他创造投篮空间 他可以靠自己的拼抢 意识 防守 给球队带来巨大的价值 如果说 拉萨尔的加盟让胡人保留了第三名球星 比斯利弥补了胡人在顶级射手这方面的空缺 那范德比尔特就是联盟中最稀有的那一类球员 积极的拼抢 出众的运动能力和天赋 聪明的头脑这种球员 适合所有三十支球队 更关键的是 他的合同还剩下两年九百万 下赛几年些 不过四百多万罢了 毫无疑问 如今的范德比尔特 他已经成了胡人首发四号位的不二人选了 做个对比 班巴这场就打了六分钟 不到就没打了 这种大中锋 上局就会被东气棋点名盯着打 而范德比尔特能防任何位置 这就是他防守端的优势 范德比尔特不仅稳稳坐在胡人首发的位置上 更关键的是 他成了哈姆在防守端的秘密武器 还记得全明星周末前的最后一战吗 那是范德比尔特首次在胡人首发 哈姆用他换下巴村雷 就是为了让他去防守英格拉姆 这一次 范德比尔特再次临危受命 接过了哈姆让他单防东气棋的任务 面对这种超级巨星 你不可能锁死他 只能尽可能让他打得难受 稍稍限制一下他的命中率 单就这场而言 范德比尔特做到了完美 他将场均33.2分8.2助攻的东气棋 限制在了26分5助攻 同时还逼迫后者出现了六次失误 范德比尔特这场的防守 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 我就用身高照着你 不吃晃 不跳 高举双手 脚步你也甩不开 范德比尔特如今成了浓眉之外 胡人单兵防守的另一大武器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主场遭到凯尔特人的逆转 76人不仅五连胜戛然而止 与此同时 他们本赛季三次面对绿军 都吃到了败仗 硬仗能力始终被诟病的76人 又一次没能证明自己 尽管他们依旧稳稳坐在东部第三的位置 并且不出意外 他们也大概率会以东部第三的身份进入季后赛 但说实话 如今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东部的冠军会在熊鹿和绿军这两支球队当中绝出 因为比起的他们76人的短板明显 同时打硬仗的能力有所欠缺 能够在主场领先两位数的情况下遭到逆转 76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其中哈登确实不在最佳状态 他们主帅李福斯的用人节奏 以及临场调整能力也遭到了诟病 毕竟这已经不是76人本赛季第一次被逆转了 李福斯确实可以制定一个不错的计划 而一旦面对对手有效的调整 李福斯就很难立刻找出破解之法了 不过除了这些之外 76人还有一些致命的隐患 那就是他们没有一名稳定的替补得分手 这场76人的替补一共又只拿了12分 这也导致他们没什么太多的阵容变化 恩彼得打了40分钟 哈登出战42分钟 哈里斯和塔克都打了38分钟 替补没人得分 再次成了76人的一个致命问题 马克西拿了8分 麦克丹尼尔斯拿了4分 除此之外 76人其他替补球员 再也没有球员能够把球放进篮球框了 显然 马克西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准 用李福斯的话说就是 我们没有让他获得足够的球权 不过 当他拿到球的时候 他打得也有些勉强 总的来说 我不喜欢马克西的表现 毫无疑问 打成这个样子 没有人会喜欢马克西的表现 在25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马克西投篮10中4 只拿到了8分两助攻一强段 李福斯输球后 把问题甩到球员身上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做 确实让人很反感 但话说回来 马克西的表现 确实让人感到非常尴尬 76人的首发5人 组正负值全部都是正的 最高的塔克达到了加21 最低的梅尔顿也有加3 而马克西的正负值只有11 他领导的替补席表现非常糟糕 不管是从个人表现的角度 还是从带队的角度来看 马克西完全没有达到76人对他的预期 76人在大好局势下遭到逆转 马克西确实要负起一定的责任 这不是马克西第一场低迷了 这是76人全明星周末的第二场 也是马克西连续低迷的第二场 上一场 虽然76人战胜了辉雄 但马克西的投篮效率只有18中6 其中三分限外6中0 尽管76人如今在战绩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不过话说回来 在季后赛即将到来的情况下 76人想要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甚至是争夺总冠军 他们需要所有核心轮换的球员状态都拉满 因为比起绿军和熊鹿 76人是处在劣势的那一方 显然 马克西的发挥 对76人季后赛的走势有巨大的影响 另外 本赛季不像过去这个赛季 马克西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他是否可以提前得到76人的顶薪续约合同 算上本赛季 马克西和76人的合同还剩下两年707万美元 他将在本赛季结束之后 拥有提前和76人续约的资格 理论上来说 马克西可以和他上一届的普尔 希罗等后卫一样 最多签下一份四年超过1.4亿美元的合同 在面临提前续约的情况下 大部分球员都会想要更多的机会 更大的角色 而马克西却甘愿接受了替补角色 马克西自愿进入替补席的做法 让他收获了一连串的好评 然而 竞技体育还是用实力和表现说话 如果你表现出色 甘愿为球队牺牲 会成为你的加分项 大家都会把你吹上天 然而 如果你表现糟糕 效率低下 别说是牺牲 接受替补了 就算是未来 马克西接受降薪 只要他的场上表现没有起色 他一样会被批评 我们都说 评判一名球员是否稳定 需要看他的调整能力 出色的球星 一般不会连续两场低迷 马克西的稳定性还有待提升 否则 他的续约合同 可能也要打折扣了 好 好 好